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 第120师独立第三支队司令员 358旅副旅长 江汉军驱司令员 近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第一军军长 经历了长征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先后11次负伤 身上留下16处伤疤 失去右臂 被称为独臂将军 战功赫赫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忍受剧痛 接受如麻醉截止手术的故事 令人惊叹和敬佩 1913年2月5日 赫秉延出生于湖北省松兹市 刘家厂一个农民家里 他9岁丧母 11岁就给人家干农活 先后学过多种手艺 他秉性刚烈 爱好习武 他家里祖传一把大刀 他爱不是手 经常拿来洗脸 美与贫家小孩受气 他总要出手相助 打抱不平 1929年春 赫秉延怀着一枪暴国为民的热血 参加了赫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红军在前将同敌军作战 已是警卫班长的贺秉延 被贺龙派去红六师传令 红六师接到命令后 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猛攻 敌人大败 但战斗结束后 贺龙却找不到贺秉延 过了许久 贺秉延才归队 但让贺龙吃惊的是 贺秉延身后还跟着几十个战俘 原来贺秉延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途中 刚好和几十个回撤的敌军遇到 贺秉延孤身一人 手中也只有一把大刀和几个手榴弹 情急之下 他左手提到 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呼 脚枪不杀 红军幽带俘虏 那几十个敌人惊惧万分 但是一看到贺秉延 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而且只是一个人 领头的军官顿时嚣张起来 把这个小崽子收拾了 话音还没路 贺秉延就一个箭步窜到他跟前 手起刀落 直接送那个军官回了老家 其他敌人一看被吓得纷纷跪倒在地上 乖乖的缴械投降 贺秉延获取一数 竟有四十七个人 当时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红军部队 1932年 贺秉延进入乡的西红军学校学习并任区队长 毕业后任鸿三军手枪大队驱队长 大队长 以此 骑兵大队偷袭空城 缴获了一匹战马 但返回途中贺秉延清点人数 发现少了私务长 这时 敌人的大批人马已经进城 如果率队返回 整个骑兵大队都有危险 贺秉延为了保全大局 立即毫不犹豫地担刀骑马飞驰入城 刚好碰到因找不到部队的私务长 贺秉延一把将他揪上了马 面对敌人的包围阻截 贺秉延毫无惧色 挥舞大刀奋力冲杀 连斩数十敌军后撕开一条口子 杀出重围 此后 贺秉延被誉为红军赵子龙 同年 在乡的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 贺秉延在红八时 陷入敌人包围的危急时刻 主动率部冲入敌包围圈 接应红八时突出重围 受到总指挥部嘉奖 其所率部队被授与模范大队称号 十月 贺秉延率部随红三军 从红湖苏区突围 向陷恶边界转移 途中受命组建 湘北独立团并任团长 掩护主力转移 他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 采取激动灵活的战术 在运动中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不但圆满完成了任务 而且壮大了队伍 使独立团由200余人发展壮大到1700余人 1935年11月19日 红二 红六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 从桑枝县刘家平教子亚地区出发 开始了长征 此时的贺秉人 红武师师长 在突破离水 原将一线的封锁后 红二 红六军团 向新华 续谱发展 在突破续谱时 国民党重兵尾随而来 形势十分危急 贺龙果断下令 折向西行 沿着雪峰山山脚 直奔瓦乌堂 从瓦乌堂翻越 雪峰山西进贵州 攻击瓦乌堂战斗的胜败 成为决定红二 六军团存亡的关键 1935年12月21日 贺炳延率领红武师十五团 发起对瓦乌堂敌人的攻击 由于地形陡峭 敌人居高临下 火力十分凶猛 红军部队一时冲不上去 掩护部队甚至连机枪都无法架射 万分危急时刻 贺炳延亲自组织赶死队 冒着枪林弹雨 一个弹坑一个弹坑的匍匐前进 距离敌人仅仅不到百米时 贺炳延跃起身来 挥舞着大刀带领队员冲上了敌人的阵地 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贺炳延身边爆炸 他的整个右臂被敌人的炮弹炸成肉泥状 骨头全碎了 只留下一点皮帘的尖把 战斗胜利结束了 可是贺炳延却已经昏迷不醒 贺隆得知消息后 急得大声说道 不论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救活贺炳延 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下 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 在无医疗器械和麻药的情况下 医生只有找了锯木头的救剧的锯掉右臂 消毒也只是煮了一锅盐水 手术时贺炳延大汗淋漓 面色苍白 医生怎么也不敢使劲 贺炳延强忍着痛 却鼓励医生说 我自己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 来吧 手术前后共用了两小时十六分钟 贺炳延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 手术后 贺炳延紧紧在担架上躺了六天 见到贺龙的第一句话是 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地握住他的左手 激动地说 只要我贺龙在 就容你贺炳延的仗打 贺炳延说 老总 我的胳膊没了一支 但是我的心还在 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后来 贺龙每当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 总会把手术时包贺炳延骨头扎的手帕拿在手中 肃然告诉同志们 这手帕包括红军师长贺炳延的骨头扎 那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扎 贺炳延将军虽然失去一条胳膊 但在后来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一就应勇善战 在西北战场上沙家殿大捷冲立下头功 建国后在试制新武器等战线上战功卓著 在1955年授贤仪式中被授予上将军衔 本文作者本来面目大自在 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魏京作者本人极微信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允许 不得转载 为者必追究法为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 王正兴 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 曾在部兵分队 司令部 后勤部等单位任职 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 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 有个人独到的理解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 6月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 它的公众号名意为这才是战争 欢迎关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